你这什么意思啊 八年前我跟陈开一 还有秦明一起加入声庄 那个时候 陈开一的公号是002 秦明是005 我是006 我跟陈开一 整个公司只有九个人 我们在西五环外的一个 桶子楼里工作 一整层和一个报社一起用 报社占三分之二 我们占三分之一 秦明原来在很多家公司 干过HR 很多家 对了你还客死过三家公司 其中有一家就是最后一家 他眼见从千亿市值 一直到破产 我们都叫秦明 叫天煞孤星啊 他跟陈开一说 盛庄是他最后一战 如果盛庄也倒闭了 他将永远不会踏进职场 那个时候的盛庄是最难的 一个月 只卖出去三本杂志 这三本杂志 是我们自己买的 一人买一本 但是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 为了生存 为了活下来 陈开一一个月 跑坏两双鞋 秦明根本没有空做HR的工作 天天陪着我陪客户 拉广告 天天喝酒 喝到胃出血 大出血 他差点死在医院 知不知道他醒来第一句话 是什么 客户搞定了没有 我说搞定了 这就是盛庄第一笔二十万 是秦明用命还来的 你说你有什么资格 把他开除 你有什么资格啊 你说完了 我不管你跟小红学生 还一斗来斗去斗什么 我一直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心智图明 但是老秦 他是我的朋友啊 他是我这八年在盛庄 唯一的朋友 我跟人力资源部的同事 已经开过会了 我们一致决定 正式辞退陈开怡 理由是 陈开怡副主编的办刊理念 已经不符合杂志的实际需求 导致广告业绩 跟杂志销量屡屡下滑 下滑红学主编屡职以来 陈开怡多次专善独断 不服从上级指示 给盛庄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秦明 你整理一下我刚才的措辞 以人力资源部的名义正式发文 并且抄送总部 对了 但文 等秦明发了以后 你就可以对外发布消息了 我说的 你们听清楚了吗 这种通知 我不会写也不会发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公关部也没办法 发这样的消息 陆冰冰 你听到了吗 陈总 你有必要把事情搞得什么难堪吗 毛利这个时候 你没有必要跳进来搞昏水 你以为 现在还有人可以站在旁边只看着吗 没有了 所有人都已经被你们逼到这个地步了 我也拜托各位不要再逼我了 请各位相信我 开除陈开怡 是为了给盛庄一个更好的未来 来 这么重要的人事任命 程序不正义 盛庄是不会有未来的 我是HR 我有我的职业答案 我刚才已经给了你 你要的程序正义 你拒绝的不是程序 是结果 我跟老婆说说 应该都不浮着 怎么办 还应该是有的 就是个人 最多的事 一Sea 我不敢 你明白了 你自己做自己身体 我没有想要啊 你可是这一个人 等忙完这阵子 月饭 走了